出春 住不到两侧 绽放着粉红梦幻的合金荫 形成著名的樱花隧道 为春静的茶园染上红妆 吸引许多鸟类前来觅食 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鹰 这就是有东方小瑞士之称的凤凰茶园 春末 入夜的茶园绝不是你想象的极劲 而是许多动物开始活药的季节 除了猫头鹰的鸣叫声外 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末世树蛙 它们响亮的鸣叫声 是森林中最有特色的声音 还有安静闪烁发亮的萤火虫 为幼暗的茶园点上了许多荧光小灯 创造出绝美的意境 这些荧光小灯的闪烁 述说着有机茶园优质无污染的环境 有机茶园核心价值就是不使用农药与化学肥料 因此茶园中随时有着各式各样的昆虫 尤其是茶树上的嫩叶 更是小昆虫们喜爱的食物 当取食茶叶的昆虫越来越多 对于昆虫的天敌们 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茶园中常见的螳螂与蜘蛛 这些天敌们 为茶园构建出一道道的防线 它们以这些爱吃茶叶的小虫为食物 成为有机茶园的守护者 附近森林中的鸟类们 偶尔也飞至茶园周边捕食昆虫 使这一片有机茶园 成为野生动物们的活动空间 成为农业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没有农药 没有化学肥料的友善农业 培养出品质最高的有机茶 也维护茶园 以及周边野生动物的生存权 让农业与野生动物共存 也就是礼山精神的实践 是凤凰茶园采用有机农法最重要的目的 也是对自然环境多尽一分责任 茶树在细心照料下健康成长 用心的采收也是品质的关键 透过日光尾雕 室内尾雕等过程 控制茶叶中的水分与发酵 是茶香与喉韵的关键 炒精适时地以高温中止发酵 除去茶叶中的水分 揉碾塑出乌龙茶卷曲的外形 最后进入烤箱干燥 就可以完成茶叶的制作 制茶过程虽然大同小异 但茶叶成长的品质 与制茶功夫 绝对是好茶的关键 凤凰茶园追求的 不仅是高品质的好茶 更追求无毒 无化学肥的优质环境 让茶园、森林与野生动物 共存共融 泄一壶茶 喝一杯茶 这杯茶的清香 与后食回甘的喉韵 不仅是好茶 更是友善环境的好茶 与众多野生动物 一同成长的好茶 好茶很好喝 友善环境的好茶无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